在美国的公共电视也看得到 美国老牌旅游节目主持人 约瑟夫·罗森杜 过去十多次到台湾拍摄 他在美国公共电视网的旅游节目 最新一季有两集以台湾为主题 最近节目入围日渐爱美奖 罗森杜拿着大甲正兰宫的竞香旗 走红炭参加颁奖典礼 他回顾起在台湾参加 马祖绕境的体验直呼触动人心 当你会有很多人走到 百分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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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 去到不同的宫堡 去到罗森杜拿着红炭参加颁奖 我只去了几个月 我们只去了几个月 所以我只去了几个月 睡在人家里 吃饭吃食物 这会触到你的心 约瑟夫·罗森杜的节目主打深度旅游 曾六度赢得爱美奖的肯定 他和身兼制作人的妻子 朱莉·罗森杜走遍台湾和外岛 认为人才是他在旅行中最感兴趣的 因为他去看不是走马看花的看 他想了解说这个地方的人 为什么那么具有人性 这个地方的人为什么那么亲切 那这个地方的这个自然景观 为什么这么多元性 我想从这些角度来看 绝对不是一般走马看花 外交部和交通部驻洛杉矶人员 也来到红炭现场 对于藉由罗森杜的节目 把台湾美景和多元文化推向国际 获得日间爱美奖提名 都感到予有荣烟 这项肯定对我们来说非常的激励 因为我们希望把台湾最美好的一块 能够推向美国特别是主流的社会 可惜节目最后没能报回讲座 制作人透露未来规划继续介绍台湾 将在明年的节目中以太鲁阁为主题 让更多美国观众一窥台湾东部的珍贵宝藏